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本人好争气,影视资源非常配置高,不受捆绑压制前途明朗。 如果说近两年在内娱男艺人当中比较受到较多关注的艺人,那肖战必然在其中。 从陈情令之后,肖战就逐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顶流之路。 面对圈内流量资源竞争如此激烈和影视寒冬的环境影响之下,肖战的流量和资源并没有丝毫的减少,反而是一直都在慢慢上升之中。 其实对于大多数顶流艺人而言,他们身上的顶流都是有着固定的生存周期的,但是在肖战身上似乎很难看到这个生命周期,他一直都处于爆火的行列当中。 仔细回顾一下肖战近两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碍,肖战一共就只有三部影视资源,加上其间如梦之梦的话剧演出。 其实作为顶流的他资源方面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是虽然资源较少可作品质量还不错,算得上少而精。 与其他顶流艺人不同的是,肖战并没有消耗自己的流量选择频繁的上综艺或一些活动晚会,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肖战是真的想扎根与演员之路了。 不管是梦中的那片海还是焦阳伴我,其实作品的优秀度都是不言而喻的,梦海作为央视的年代大剧,不管是导演还是编剧都是非常有功底的,女主李沁演技也在线,其他的一下配角演员演技同样也受到认可,没有被强行加入的所谓的新生代爱豆。 虽然目前梦海已经大结局,但是观众对这部剧的评价却还是非常中肯的。 焦阳伴我虽然目前还尚未播出,但是作为新力的王牌都市剧,编剧李肖更是拿到过白玉兰最佳编剧奖,女主角同样也是百花影后百百合,加之白玉兰最佳配角甜语等一众非常优秀的演员, 不难猜测焦阳伴我播出之后也会拿到非常不错的收视成绩。 还有备受外界期待的射雕,更是徐克导演和钟影的大电影。 央视电影平台还曾专门开设一期节目谈及射雕这部作品,而且还表示这部影视作品的班底创作人员都是国家队配制, 所以影视质量方面大概率是能够有保证的,而且不管是孟海、焦阳伴我还是射雕,肖战均处于一番的位置,这也是对肖战自身实力的认可。 试问现在的娱乐圈,有多少人能够拿得到肖战这样的顶级资源呢?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艺人不同的是,肖战的发展之路完全由自己决定, 他不受到任何平台的捆绑以及公司的压制,不管是接系还是其他的一些活动完全都是自由的, 肖战是有着很大的话语权的,个人的团队规划也都是全方位站在肖战的角度上去考虑。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粉丝们对肖战支持的心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现在娱乐圈中粉丝私工作室的现象已经不在少数了, 但是肖战和粉丝们之间的相处一直都非常不错,肖战对粉丝的正向引导一直都放在心上, 也正是因为这种正向的引导,让粉丝们在追星的道路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对于粉丝们而言,很多粉丝会在追星的路上迷失自我,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但是这些在肖战粉丝身上都没有看到。 当然,未来的肖战绝不会仅停留在现在的阶段,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住如此的发展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肖战在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不信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从出道到顶流的心酸历程, 从时间上才发现资本的趋利避害。 肖战,演艺事业的坎坷与不屈精神。 肖战,1991年出生,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 他因电视剧《陈情令》而走红, 并迅速在娱乐圈走红,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 他成功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困难和困惑。 肖战于2015年燃烧把少年正式出道,成为青春歌唱团成员。 然而共青团成立后,歌唱事业发展并不顺利, 于是开始了演艺生涯。 肖战在电影、网剧等中小型作品的拍摄中, 仔细探索了艺术的边界和自身的适应能力。 两年后,肖战开始接手影视制作, 但工作机会和电视剧播放量并不多, 只是演员中的一个小配角。 肖战一直受到批评和打压,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依然保持着对事业的热情和深刻的自我反省, 精进技艺,增强实力。 2019年,肖战在电视剧《陈情令》中饰演的角色 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被观众称为魔鬼中的天使。 这个角色将肖战的事业推向巅峰, 成为备受瞩目的演员。 他的事业开始迎来上升期。 然而2020年2月27日之后,肖战的职业生涯陷入困境, 他受到质疑和抹黑。 尽管他和他的团队积极回应并做出解释和回应, 但他的形象和趋势仍然受到公众的争议和质疑。 2020年12月20日,在星光奖颁奖典礼近8秒的首秀表演中, 肖战的高人气出人意料地吸引了粉丝的关注。 他的事业再次飙升,被视为流媒体时代的风暴。 近年来,肖战参演的电视剧陆续上映, 有的甚至成为经典。 粉丝们对玉谷瑶充满期待。 肖战在该剧中担任主角,播出时间尚未确定。 肖战虽然在演艺道路上遭遇了几波波折, 但他从未丧失对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始终在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对艺术的理解。 肖战的职业生涯和他不屈的精神将继续激励他, 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观众对肖战的演技并不满意, 他早期作品中的小配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肖战对演戏的敬业和努力在他的角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他的表演坦率而有深度, 观众非常认同。 再加上肖战私下生活中乐于助人、善良等各种良好品质, 让他成为了网络时代新一代的偶像代表。 但另一方面, 斗争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甚至会出现利益与未来的悖论。 集团化粉丝文化热潮和演艺圈错综复杂的关系, 引发了诸多争议、质疑和反对声音。 这些声音被提前或过度放大, 对肖战的发挥和形象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对肖战的职业生涯和演艺路线还有很多疑问和悬念。 他怎样才能在演艺道路上做出更好的作品呢? 如何避免再经历一次波折? 会有怎样的角色塑造和角色挑战? 这些问题都需要肖战本人和我们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共同解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